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那么今天本来应该直播的 因为我们的网路上好像是连起来太卡了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直播就改为录影 录影之后我们就把它上传 当然因为我们这个是即时的录影 所以说它的品质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请各位多多包涵一下 好吗? 好,首先这周我们来看看 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之前我们都从世界局势慢慢的往亚洲这里看 本周我们反过来,由亚洲开始看起 这个要从亚洲看起,那就得先看看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不但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同时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地方 人口最多是什么值得注意的吗? 那就是它的需要的粮食会最多 同时也是需要能源最多的地方 说到能源,我们就必须知道 现在全世界的能源短缺 这次的能源危机,各位身在亚洲 可能还不知道这个力度到底有多大 可能以为只是像中国这样工业停一阵子电 其他的地方可能就还好 但其实这个问题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这一次的能源危机 可以让一个国家都完全的失去电力 这个国家我们叫做黎巴嫩 黎巴嫩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再满到燃料来做发电 所以该国的居民可能一天仅有一到三个小时 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完全的停电 过去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石油危机 觉得这可能是历史,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现实的状况是 我们人类必须再遇到一次的能源危机 例如什么?例如印度 现在也是面临到即将断电 应该说印度有很多地方正在轮流的限电 这在中国叫做有序供电 这个文字看起来很和缓 但是实际上却是很严峻的 那么问题是在于 这一次限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经济的问题是一个很细腻的学问 老师这里用比较浅白的方式来稍微的说明一下 这次限电的原因以及问题所在 我们简单来说 这次限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所引起的能源海啸 怎么说呢? 这跟老师之前预测今年的景气所带来的副作用是有相关系的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老师在2020年预测2021年的流年总论里面就有说过 在2021年我们大致上可以脱离了疫情 开始慢慢回归正常的生活 年底的时候也预测过 2021年的3月大致上疫苗可以被广泛的施打 因为疫苗的外疫的效应可以受到广泛的施打 当时也没有人会相信 也预测过我们2021年的6月 世界上的经济大致上可以恢复一半 但是也没有什么他相信 到了2021年底 透过欧美国家的万亿的疫苗 大家可以恢复疫情前7成的正常生活 这些预测跟当时预测美国总统大选一样 大家都觉得老师在吹牛 对不对? 虽然台湾在今年2021年也经历了三个月的封城 但是整个世界的疫情以及经济 基本上的确往老师预测的方向去迈进 老师的预测虽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基本上有跟老师两年以上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至少老师也可以对个六七成吧 是不是?至少老师比什么KFK还要准的一点 对不对? 这跟缺电有什么关系? 关键就在这里 全世界的经济在休息一年之后 要慢慢的开始复工复产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问题是在于 去年大部分的专家预测 这个疫情必须得两三年以上 才能慢慢恢复七成的工业力 所以上次国家 下次各大工业国 都没有采取必要的复光复产的经济策略 都抱持的有一天先过一天 先把疫情控制下来 以后的以后再说 这个才是硬道理 那当然这些想法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毕竟在当时每一天都有大量的人 去染疫高达数十万人 又有大量的人死去 医疗体系都快崩溃了 都已经看不到明天了 谁会想未来可以恢复经济的一些策略呢? 而回想过去的一年八个月的时间 地球还是一样每天都在运转 但是人类社会才下了紧急的刹车 这是我们去年跟今年上半年都遇到的问题 那么这个跟限电 又跟资本主义有个半毛钱关系 这当然是有关系的 因为资本主义讲的就是市场经济 而且是自由经济 当供过于供的时候 价格当然就会采降价的策略 但是当供过于供的时候 那必然是走涨价的模式 所以当疫情如老师预测一般 开始因为疫苗的普及 各大工业国开始复光复产 那么这个时候很简单一件事情 大家都需要能源了 例如煤炭以及天然气 那么这个时候销售方就必然采取了价高者的 所以销售方当然就是我们的能源供货商 也就是煤矿商跟天然气的供应者 这个市场经济的策略 光在一年之内 我们的能源就已经有三级跳的价格 这个不是一个形容词 三级跳不是一个形容词 它是真正的三级跳 也就是说它翻了将近三倍的价格 怎么样认为它三倍价格呢 举个例来说现在台湾油价大概是每公升30块台币 那么以这个为基础 假设我们翻了三番 可能一年之后告诉你油价会涨成90块 那么各位你受得了吗 各位可能受得了 也可能受不了 但是老师肯定是受不了的 而燃煤跟天然气就是差不多这样的涨幅 油价其实也差不多 因为去年的油价跌到谷底 在新年要上看100块美金 所以这个也是差不多的状态 那么我们在19年的中美贸易战系列里面 就提过石油危机所带来的 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案例 当能源涨价了 那代表万物都会涨价 有人说我煮饭又不用靠石油 对不对 天然气用的也没多少 为什么什么都要涨了 这个道理是没有错的 你买面粉 面粉不靠油 对不对 也不靠天然气 也不靠煤矿 但是问题是 你所需要用到的各种物资 几乎都是靠石油跟火力发电 所生产出来动力 而透过运输所带来的 所以能源涨价 所有的商品都可能会涨价 就是原本影响小的 也会因为他其他开支多了 比如说他的本业 他本身不涨价是没有错 他也可以没有太大的涨价压力 但是他自己要去支出的 比如说他要开车 对他算煮面条 但是他要开车 那么他花的油钱变多了 为了支应他自己的生活 所以说他的商品也会去涨价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事实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需要先厘清一个观念 价格涨得这么高了 到底是不是因为能源不够了 我们踩的矿要枯竭了 还是有什么原因呢 老师还是回答一句话 这个万二的冤手还是因为资本主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整个人类的世界 所需要的能源 他是有一定的定数 能挖出来的能源也是有一定的定数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2021年的能源危机 本来就不是缺能源 而是出口能源的国家把价格提高了 这是第一点 因为能源是被资本家所控制的 所以价格就是可以操纵的 第二个就是国家领导人 由于选举的制度 让他们没有办法长期建设国家的元件 因为没几年我就要选一次 我开头刚上那种蜜月期 我还为了连任 就是我也不敢他大刀阔斧做什么改革 这个是一个问题所在 而目前欧洲的天然气储备只有他们正常的75%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想到我身为政府应该储备能源 反正如果我真的需要了 就从其他国家进口进来就可以了 反正过去也是如此 未来当然也是如此 那么问题是 这些能源不是由其他政府所拥有的 当然除了俄罗斯之外 俄罗斯他也没有完全拥有 但只有一定的国家股份 而是很多的能源 包括矿、煤矿或是其他天然气的运输 很多东西都是由私人企业来掌控的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特色 国家要管理的最少 让市场经济自然的发展 而国家只负责什么 只负责管理 然后发给了一个许可牌照 然后说说你这个税金 但是真正地价的权利 还是在这些能源出口商的手上 需求高 他当然就会抬高了价格 所以当俄罗斯被欧洲一些北约组织 或是欧盟的成员去问说 你是不是因为是说你要控制我们欧洲 所以说你故意把天然气价格抬高 当然那时候普丁被访问到的时候 他就直接讲 是你们自己把天然气的价格交给资本市场 那价格当然会因为供需的要求而被涨上天 所以实际上 俄罗斯他有没有减产去炒这个价格呢 实际上俄罗斯在今年不但没有减产 他还增加了15%的天然气供应去给了欧洲 当然这也是台面上的说法 为什么?因为别人涨价 俄罗斯当然也是会涨价 所以说俄罗斯还是既得利益者 当然他也是能源供应最多的 他的一句话对影响到这个能源的涨跌 说之前俄罗斯讲一句话 天然气就稍微叠价了一点 那么第三点就是中美贸易战加上疫情 新冠疫情 美国的通膨原本计划是温和的2% 去做一个通膨 现在已经涨到5% 这个问题还是小问题 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在下个月底 美国的共和党有没有打算跟拜登斗个鱼石网破 让12月的举债上限让他破局 逼拜登只能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来提高的举债上限 而拜登如果这么做 那等同拜登是一个反民主的独裁者 你不尊重议会 那么共和党就可以攻击拜登 而未来如果共和党又重新拿回了什么职责的权力 那么无论是不是我们的川普大帝 也是特朗普 那任何人都可以大幅的扩张权力 完全的藐视议会 为什么 因为拜登藐视过议会 那么其他上台的人也可以寻权力 那我可以用我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你们的事情就是你们自己慢慢去瞧 所以说下一任美国总统 会不会以他们自己的意志为意志 最后美利坚共和国 有没有可能慢慢走向的美利坚帝国 这个是很难说的 不过这就是后话 因为美国的制度 他们还有州长 不一定会往这个地方走 而回到人员问题 老师说的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惹的祸 那么难道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就不缺电吗 肯定缺而且还缺很大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 经济是世界第二大 而他又肩负了世界工厂的名号 无论如何 中国缺电的额度肯定就是世界第一 美国自己还有页眼油 当然美国也生产天然气 但是中国并没有生产石油跟天然气 但是如同老师上周所说到的 中国有什么中国有煤矿 而且他还有很多煤矿 对不对 但是受到了山西的连日大雨所造成的洪水 只能暂时的停工停产 而且撤离这些所有的矿工 怕他崩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这些矿场就就此的报销 而没办法继续挖了 中国目前对火力发电的依赖程度是很深的 光统计出来 中国至少75%的电力都是有火力发电 所以中国是全世界煤矿需求最大的地区 当然这个会受到人员紧缺的影响 所以说购买煤矿的价格也是会提高的 而中国原本的煤矿是有跟印尼去购买 但是印尼现在自己的能源也不够 他们要自己先优先给自己发电 所以说印尼现在减少了出口 而印度本身就有一天过一天的状况 所以是说当时印度觉得自己的疫情多了 那煤矿你挖了你用不到 所以说怎么办呢 他就先卖给别人 结果就跟之前生产AZ疫苗一样 生产全世界最多的疫苗 但是印度的百姓却打不到 造成了上次的怎么样 上次的一个人间惨剧 在疫情在印度蔓延的实在是很恐怖 所以中国现在就解除了禁令 放澳洲的煤矿入港卸货 很多轮值体操会就大做文章 中国因为要限电 要即将成为了黑暗大陆 因为他们没有电可以发了 中国经济这一次一定会崩溃 但是数据上来看是这样子的吗 中国进口的煤炭占中国的百分之多少呢 只占他煤矿需求的7% 其他的部分 还是以他们国内自己的煤矿 作为主要的供应 当然澳洲煤矿的品质 他们的动力煤之类的 比中国的好上太多 品质就是很好 但是价格上当然也是很高 因为现在煤矿涨价 所以说现在中国还是以自己挖出来的 是比较经济实惠一点 所以中国现在在山西发生百年难得一见的暴雨之后 各位要知道 山西这个地方是十年九旱不奇怪 就是十年之间九年可能就是干旱 这个是很正常的 他是黄土高原 那么现在在暴雨过后 当然雨还是会停 煤矿也会逐渐的恢复产能 而这些煤矿都是由国家所控制的煤矿公司 大概就是国营企业了 所以只要你挖的出来 而且你能够运的出去 基本上就不会受到国际煤矿的价格太大的影响 而中国的天然气 也是在去年我们在直播中有讲过 他已经完成了跟俄罗斯的对接 所以天然气基本上也不会断供 但是用电还是很紧 没有说因为他们做这两件事情 那么中国用电就毫无需求了 对不对 中国还是很大的短缺 只是他们的政府要拼命的去调度 而中国的煤矿 刚才讲到山西有大水 但是它的煤矿不止在山西 还包含了陕西、北京、蒙古 都有大量的煤矿厂 尤其是蒙古 它的煤矿还是可以露天开采的一个露天矿厂 挖起来是相对容易的煤矿城 所以中国的能源虽然非常的紧缺 但是如果说要跟体商会讲的 他们要变成黑暗大陆 这个概率也不会太大 现在中国的问题 就是需要采矿工人的调度问题 以及短时间之内怎么去恢复一些 之前已经封闭的矿场 还有封闭的这些矿场 它里面的重机具是不是都已经坏掉 你要怎么样的维修 怎么样的复工复产 还有整个整体的运输上的问题 所以整个来说 以中国的人口数 以及这些矿场 并不是新开采 很多事情在他们的一些旧矿场上面 是可以驾轻就熟的 所以说它需要多少时间 让它的整个供电跟它的燃煤 可以比较平稳呢 目前为止老师个人估计 这个非正式非官方的估计 老师个人估计 它还需要45天的时间 中国的电力供应 可以保持到一定的能量 至少民生幼电不至于长期的断工 或是长期面临到有序供电 这件问题 就是印度 他也是可以恢复 大概他需要时间比较久一点 应对印度人做事 总是稍微慢个几拍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有跟印度人交手过 大家都知道 他们的做法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印度大概需要60天的时间 可以让自己不至于是怎么样 印度陷入了大规模的黑暗 或是为了购买煤矿而花太多的公帑 他们现在也是蛮缺钱的 因为工业你没有电 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而印度一半以上的国土 是没有冬天的 所以说在整个消耗上来说 大概还是以高耗能的工业用电 去做限电的状况是比较多 当然第四点 影响能源的问题 就是再生能源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让什么 让欧洲的一些绿色能源 让北风没有风力发电 中国就没有西北风可以发电 以及降雨的不平均 让风力发电的时候没风 水力发电的没水 导致中国原本可以从再生能源里面 获得的大量电力 也就这样子的失调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就不会动 不会动当然就没有电了 而现在欧洲包含法国都在鼓吹 要把核能的发电给他养回来 德国也在显示 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完全废除核电 不再取用呢 他是不是有可能去讨论一下 是不是要重启核电呢 很多的不同的思想都敦促了这个世界 要重新接受核能发电 能用核能来发电 这个污染最少 产能最大 而且是全世界最干净的能源之一的发电方式 至少以此我们可以确定 未来电动车是会在整个社会上大行其道的 这是一个趋势 而且是不可逆的趋势 那么核能发电至少他会是在亚洲 尤其是中国是必然主要发展的能源种类 而日本韩国会不会因为福岛核灾而因业费时 或许他们的社会自然会有一些公论 但是这次缺点的问题不是真的我们能源快耗劫了 导致这个能源危机上来 而是因为资本家的一个资本的市场经济 用出来的贪婪之心把这个能源往高了上去踩 而且我涨起来你还得买 那就算以后跌回来了 你也不敢不跟我买 就是掌握能源的资本商 他们所炒作出来的结果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本来讲第一段 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下一段